最火爆的是就出这个点到12点几天 每天都在开队不开300小时 咱那个地盘不是高大厂的东西 它就是个天明的一个小吃 那口味做好是最主要的 北方的口味和咱北方口味不一样 这些东西我们知道的这个口味是 结合咱北方人的口味来改店的 9月27日据新黄河报道 近日济南滴口陆大润发附近的夜市里 有一家螺丝粉爆火 如今这个不大的摊位 能令从各地赶来的时刻 排队到半夜一两点钟 每天最火爆的时候 150多人同时排队 每人平均需要等待两至三小时 一位螺丝粉资深爱好者 对新黄河记者说 他家味道挺不错的 价格也实惠 吃上一碗还是挺惬意的 如今 郑先生靠这个路边摊 已经做到了月如八了